中国的家长想带孩子来马南夏读国际学校 可以用到哪些签证呢 第一可以通过孩子的学生签和家长的陪读签证 学生签顾名思义就是在马南夏留学的学生就可以拿到 但是马南夏移民厅要求要7岁以上才能够申请学生签证 学生收到了国际学校的入学通知书之后 只要交清了学费 学校就可以开始给学生办理学生签证 学生签证的渠道是通过马南夏的教育部和移民厅来申请的 学生和一位家长可以同时入境马南夏 学生签证呢就很快就可以拿到 当学生签证拿到之后 有一位家长就可以申请他的陪读签证 通常呢移民厅只发给孩子的母亲 各位家长要注意哦 陪读签证是无法在马南夏工作的哟 另外大家要注意的是 不是每个学校都可以接受学生签和陪读签的 但是所有的学校都可以接受工作签 第二家园和人才引进签证 马南夏第二家园计划 MM2H 第二家园计划是早在2002年 马南夏政府推出的外国人长期居住计划 第二家园计划可以说是 除了破洞在大马工作之外 其他各个方面都是最方便的签证 申请人呢必须在35岁以上 可以携带直系家属一起移居马南夏 孩子呢在马南夏任何学校上学 包括公立私立国际学校 只要有学位都可以入学 另外马南夏第二家园持有者 也可以在马南夏开办公司 也不需要本地人作为股东 第二家园是一个永久身份 每五年更新一次 只需要有50万马币的定存 就可以一直更新下去 第三EP工作签证 你们知道吗 EP签证就是叫做工作签证 在我们这里呢 EP签证可以分为三个等级 EP1EP2和EP3 在马南夏有三个机构 可以推出自己的EP签证 大家知道吗 EP工作签只有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 才可以带上直系亲属 也就是带上配偶孩子和父母一起入境大马 可以多次出入境大马 也可以在大马开具银行账户 孩子呢可以在私立或者公立的学校正常的上学 那么EP工作签分为五年两年和一年的期限 但是呢到期后也可以重新申请 第四RPT人才居留准证 RPT是一种十年可多次出入境的签证 无需雇主 它是针对国家关键经济领域相关的优秀外国人才而设 得到了RPT签证的人呢 可以在大马居住和工作十年 而且呢 他18岁以下的子女也可以获得居留证 他的配偶还可以在马南夏工作 另外RPT人才居留准证 另外一个好处是 双方的父母都可以在马南夏一起来生活 这是唯一一个双方父母都能够一起办理的签证 其实RPT签证跟我们之前提到的EP工作签是相关联的 拥有EP工作签证 并在马南夏工作三年以上 同时在马南夏完成了至少两次纳税的人就可以申请 另外这个签证也可以在马南夏开办自己的公司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也欢迎您保存起来 或者继续关注我的后续视频 我是荣老师 关注我让出国留学更容易 感谢观看